现在在印度洋上有很多安保公司在保护,各个国家有安保需求的货轮和商船,毕竟在非洲和西亚都有很多持海盗,他们坐着快艇,背着AK-47和火箭筒在海上横行,甚至还抢劫过乌克兰的军火运输船,在这里也有来自中国的武装保安。 他们都是退伍兵,但是基本上是由斯里兰卡的代理商负责武器等使项,船进入到斯里兰卡准备使项燕渡洋的时候,就会在这里停靠,让安保人员领取武器。 每名中国安保人员可以领取156个24动部枪,438子弹,跟亏,还有队蒋机,望远镜,黄带衣,每个安保小组都可以领取一波的新电话和急救箱。 但是,到了其他国家港口,都必须让当地警察检查所持有的武器进行登记。 等船返回的时候,在突经斯里兰卡的时候,还要将所有武器装备全部交回,进行统一保管。 在海上的时候,需要24小时值班,并且定期进行实弹射击,以训练枪板和检验枪支。 由于只保护中国货轮,因此,船员们还是比较喜欢,交流方便,生活习惯一样的中国安保人员,特别是这些人都是退伍兵,有着比较良好的军事素质。 一般在海上遇到海盗,三把50流式自动步枪和1298子弹,可以形成比较有威力的交叉火力,基本上已经足够使用。